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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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教灌刚中和说 各位毕丘 各位撒民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请放上 我们上一堂课 跟大家谈到原教的断证表 当中的原教断证的八位 那么断证八位 原教的修持八位 里头只要随习读诵 说法 坚行六度 正行六度 到了说法品 这个五品当中的说法品的时候 其实就是六度坚行的开始了 那么六度以般若为智慧 前五度 世界忍尽禅 这五度为主 以第六度的智慧为言 那么要开启人家的布施 各种的布施当中 又以与智慧相应的说法布施 就是法施为第一 所以法施当中具有智慧的内涵 然而法施 原教的所谓法施 也就是所谓法的布施 说法的布施 若有难问 但以大乘法而答 不以小乘法而为答 不以小乘法而答 但以大乘 而且要以原教的大乘 究竟的大乘答 那如果不行 那么隐大思小 你可以随缘的 看众生的因缘回答 那这是可以的 可是你要知道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隐藏的一个 他将来能够接受大乘法的机会 但是这个怎么隐藏 也不是死板的 比如说你跟他讲身文法案 人生是苦 他听懂了 然后你最后跟他讲说 其实你当下就是佛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修行了 你那个烦恼是假的 他还是不能接受 他一个凡夫相 你现在马上就跟他讲 这个可能也不能接受 那你自以为说 你为他种下了未来大乘法 不恰当 所以这都要有你的智慧判断说 到底你要怎么讲 他才能够 既了解大乘法 或者现在看起来了解身文法 但是种下未来大乘之因 有时候不一定的 哪怕你最终只讲了身文法 你大乘法都不能讲 都有可能 在佛法的记录上面 佛经的记录上面 有那个佛 没有 比如说谁 多宝佛 多宝佛 连法华经都没得讲 他也不会耿耿于怀 他当然应该讲 所以他最后怎么样 用灭尽定身 他也算是一种硬化身 那么随处有讲法华经 随处从空涌现 涌现 然后证明你讲法华经 以这样子来弘扬法华经 结果此处没讲到 他处都讲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 有的师父 他在自己的道场 根本没因缘 讲他认知的佛法 结果他在外面弘扬佛法 倒是蛮有因缘的 也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难说 众生业报因果 关系是千差万别 那么有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说法 重点还是讲大乘法 然而有时候真的是会隐藏 你也不要受限 但是无论如何 你的心必须是有大乘法的 这是在作法品当中 若有难问 不以小乘法答 但以大乘而为作答 就是这个说法比 他的坚形六度 正形六度 时候我们用了一个例子 说善达问难 经上讲 智慧充力 力跟智慧 善达问难 那么这样子 我们用了一个例子 倒也不是说 我学人我 善达问难 不是这个意思 而就拿一个 现前 我算是经验有一点 然后拿这个来做例子 这点我是不敢 僭越经上这句话的 可是拿来做例子 何以故 你要知道 从说法品开始 就已经在行艰行不失了 也就是利尽对源 应激对尽 你就得要 把佛法的真实意涵 表现说明出来 说法不竟然是用嘴巴说 身体做也是说法 只要是善的都是说法 可是大乘 原教人士 看一切法 究竟是原教法 那么它意义上就是说 哪怕是一般人所看的 一般性的佛法 你都能看到 那个原教的妙意 所以原教人 他的说法是怎么样说呢 他可以赞叹 他可以随喜 他可以支持 他也可以默然的支持 某一个人的行为 的作为 在他的认知里头 那是大乘法 别人可能不知道 可是我隐藏了大乘法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有一些大德 他会去赞叹 哪怕你看是外教 一般的非佛教徒 或者不是很恰当的佛教徒 赞叹 这个年轻人不错 这个法师说的 这个法师做得很好 其实他不是烂赞叹 他就知道说 两全相害举及亲 与其现在 大家不行善 不修善 没有度众生的姻缘 他今天虽然有点搞明搞立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支持他 可是他不称名 赞叹即美 亦不称名 说即过恶 有恶的部分 不太圆满的 他知道 现在不能说 当事人可能也不懂 众生可能起颠倒 分别 可是如果你称名 说赞叹的话 也不行 因为他还是隐藏的 可能贪爱 可能名利心过重 或者不圆满相 以你一个长老 或者是一个主要的大德 重要的大德 你这样称名的话 可不可以给人家学错了 你看他会这样 所以他会怎么样 他默然既不批评 也不赞美 有人在批评 他还是默然 有人赞美 他还是默然 他用这种方法 这也是说法 所以说说法 你要从那个 你要从那个 知为末节当中去看到 原教人说法 处处用心 我怎么懂这些呢 其实这些 不一定是经上你了解 为什么懂这些 我跟长老亲近 我从早 最早的跟 跟治愈老法师 接着跟燦工 然后跟海工共住 是最久的 那这一类的长老 尤其是燦工 显工老和尚 还有海工 这三位 我都有一个印象 也就是说 当你如果对某一件事情 有一些什么看法 然后你就对长老讲的时候 长老他会 是啊 他就是这样 你会觉得奇怪了 长老为什么 好像是非 不是给你一个决定意 那一般人就觉得 那长老嘛 长老他也不想 担担任 所以他不会在你面前 说若好若恶 不是这样 你刚开始会以为这样 慢慢的你就会从中 从他的那个 好像也不说A对 也不说A错 也不说B好 也不说B不好 这过程当中 你慢慢体会到说 他的看法很深刻 他有觉得还有不圆满的 或者你的赞美 可以不用说到那样 然而你的赞美 也不全然错 可是他怎么答呢 他就 他完全听清楚你的描述 可是他的答案是这样 有一次我跟燦工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家 印象非常深刻 在那个 灾堂 那老人家 我带着老人家 我跟老人家一起过来 他说要整理 灾堂要怎么整理 怎么整理 那我就听着听 大家都去睡觉了 然后他从佛堂 一直讲到灾堂 大家都睡觉了中午 然后我没睡 我被他抓到了 我在偷劈财 被他抓出来 他说你跟我来 然后他就说 那个灾堂 要这样这样 那我就突然间看到了 一个在家居士的 一个讲经的一个公告 那我就说 在家人 在高座上座 百姨上座 老人家他那个如是如是 我就这样问老人 老人只回答了一个说 小孩子那么多分别 他也没说你错 他也没说你不错 他也没有说你的说明是错的 他也不会说你的说明很好 是对的 你看看 这件事情影响我到我现在 多少年了 超过二十年 我就记得这件事 我觉得这些很疑惑 我这样说法有错吗 现在我来看 还是没错 可是他当时的回答 为什么是这样 一个生命成熟的人的说法 他会慢慢的知道说 恶没有全恶 善没有全善 恶中有善 善中有恶 凡夫的那个相貌就这样 原教人看一件事情 或者一个成熟的人 看一件事情 他取其善 引其恶 所以他不那么容易的 公开赞叹 称名其美 也不是那么 绝不 这么样子的称名 说起过恶 那么这种理解呢 就让我后来 一直读法华经的时候 就能够油然理解 油然理解 这不容易 这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那是一个实修之后 涌现的一种 一种内涵 那后来亲近海公 也是这样 你看他们有共同像 这不是说大圣佛法 或者汉人的性格 是非不分明 善恶不清楚 大圣佛法 何悉尼 哪里是这样 不是的 这没有何悉尼的事 人类太习惯于 二分法 对 错 那么分明 没有这样 爱恨分明是四千人 佛法的智慧 它护念一切众生 了知一切众生 根本的因缘 不可思议 所以 它不会那么样容易 随你的 周边的人的善恶判定 的舌头而转 它不会这样子 不是它不分明 OK 好 那么这就是说法 那么坚形六度 正形六度 我们为什么在 用了三堂课 在谈一个例子 那就是 利根智慧 善达问难 也就是说 这种问难 其实就是说法的根本 你要知道 你自己立一个题目 你去说 或跟人家 就这样子 丢一个问题来 然后来问 来责问你 也不知道说责问 就迅速这样问你 你那种回答对应 会更难 所以我举难而旷意 旷 何旷的旷 旷那个意 举这个难来旷这个意 你就知道 利根智慧 是根本 可是这种利根 不是伶牙利嘴 也不是你 智慧也不是一种 读了很多书 满腹经论 回答起来 掉书袋 这种回答 这种叫做智慧 也不是 利根智慧 这种利根是 为利益众生 你本质上 有为利益众生的 内在的 讲悲心也可以 讲用心也可以 讲承担也可以 你实时有这个 所以当你在听闻 众生的问法的时候 你会先这样问 第一 他是善意问吗 还是恶意问 恶意问你默然 默然也不责备他 也不责 你也不让他难堪 你不会这样讲 你要问问题 你这样问的吗 你态度这么粗暴吗 我不回答你 他会 他愚痴嘛 他不知道 他可能就 他可能就因此再也不敢 清净三宝 有可能 那么那个时候 你不能随便就这样做 当然 某一种情况 可能你决定这样 呵治他 也可以 我是说不全然这样 那这个时候 你就默然 你就会 是啊 有人我常常 我在车上 和尚 你这年轻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他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知道 不能说 你理都不理 你说好 你问 结果他问出来 是很不恰当 而且很挑衅的 而且根本不是他真的 跟他无关的 他就挑衅 你这么年轻 你为什么出家 你不会想吃肉吗 你不会想交女朋友吗 这个是很 很不礼貌的 那么你就说 是啊 你想嘛 那你看嘛 就这样子就好了 你也不要跟他这样 你坐下来 我跟你讲 你不要这样问问题 这样问问题 遭业障 将来入拔舌地狱 你也不要这样跟他讲这种话 你不适合这样子 你只能 这种人难以礼遇 难以礼遇 你默然 你尽量排开 或者你甚至不坐在他旁边 你就离开 你就让他离开 有的是喝醉酒了 你懂吗 喝醉酒跑来跟你这样 你这个时候 你的利根智慧 就不是用在他身上 你这个时候 最好就离开他旁边 你跟个酒鬼 你能打什么呢 你说会不会他观音菩萨事件 如果是事件 你也得离开 你也没那个能耐 我告诉你 这样懂吗 这是这样 可是如果有人的问答是 他看起来烦恼像 他真的想问话 可是他问起来是不太客气 然而他真是有这个疑问 那你就不能够说 因为他不客气 所以你不回答他 他的不客气是因为 他烦恼结心 不是因为他对你不客气 你懂吗 就比如说我们的上一堂课 他就这样一句话没头没脑 问说佛法是自洽的 是不是自洽的 他自己都说 他在网站的别的地方 他自己都说 都说 怕你们以为我是来搞茶的 他自己都这样讲 可见他问的就 没头没脑 而且有一点感觉 就是说好像要找茶 可是 什么叫做利根智慧 当然我不是 但是当时我看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其实也有种感觉 这个人在找茶 问这个玩意儿 什么自洽不自洽 还问得这么文组组 这样的 一般人也不一定懂 我试着 我刚开始试着就想要两句话 就把它带过 我就跟他讲说 佛法没有什么自不自洽的问题 它是实修的 我大概想要这样带过 过来我念头一转 我就想 会来这里 会专到这里来问问题的 应该他不会故意来找茶 因为要来水月阁问问题的话 他还要入会员 他要入会员 还要填写身份证字号 身份证字号不能乱填的 你要知道 身份证字号有一个 一定的计算方法 那个计算方法 如果不对了的话 他会说你的身份证字号 是无效的 他不能乱填的 你不要有人乱填 我们有一个城市 能够计算这个 身份证字号的虚假号码 所以他如果乱填的话 当然他也可以猜 他也可以猜某一个 这样看起来也能通过 但基本上几率不高 那么他有加基本的入会了 入会再来问问题 你说他要来找茶 或许还是有可能 但是我想 如果他不是来找茶的话 这个人是有点想法 有点 对这个事情真的是困扰他了 那身为一个出家人 可以回答得慢一点 但是如果你就 呼隆他的问题的话 搞不好会让他失去信心 好 我这个想法是什么 这个想法不是说我慈悲 而是说当你愿意发一个心 入说法品 这样修行的时候 你就得要耐住性质 不要讲不思啊 就讲说法 你就得耐着性质 你们还是觉得很烦 问了什么 什么没来由的问题 你一开始你就烦了 这样就不行 再来有可能是 你听不懂他的问题 那听不懂的话 那就得自己去想办法 如果你开张 接受人家问问题 那你就不能不懂撞懂 你比如说曾经有人 我就曾经听过看人家 问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什么叫金刚杀 他其实那个人回答是他不懂 但他就给他讲 我不知道什么杀不杀的 但是最好念金刚经就好 不是的 密教里头 后来后期的密教 有一个叫金刚杀 是念金刚咒 然后念这个金刚咒语 然后加持那个杀 让往生者放在顶轮 心轮 喉轮 所谓的加持 是这样 那么他有问这个问题 那你就不能不懂装懂 回答人家 人家第一个 不懂的人会被你糊弄了 就错影知识之见 如果有点懂的人 他会觉得你乱答 他会看着你出家人不懂 所以回答第一个 你力根 那个智慧力根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对于法门的名相 你确实要用一点心 不懂 有可能你不懂 那你要去找 现在有工具书嘛 你要去找 其次你要耐住性质 你不能认为 你既然要接受人家问问题 不是说你开张 你很厉害 而是说众生太苦 你要让他打电话来找你 你有时候时间 你不能控制 在嘴巴上回答 有时候不精确 再来你回答一个人 一个人来问你 回答一个人 他没有留下痕迹 将来没有修正的机会 也没有给别人参考的机会 那我们 我们 今天是一个寺院 接受十方的供养 人家写那个什么 化波单 我们不知道从哪来 我们晚上给人家 回向回向 很好 可是如果他真有问题 他活着的时候 真有问题 你都没有给他机会回答 然后他再去 跑去算命 补挂 去跟外道学 或者是 去跟那个大道场 你认为 可能讲法不圆满 的地方去学 然后你才来感慨说 哎呀 众生真没有智慧 哎呀 真是末法 你身为一个出家人 这样子 你负责任吗 我看过太多这种出家人 住三的 捕鲁一堆 住三 他跑来就忙 他因为我写文章 他有在看 他跑来就跟我讲 哎呀法师 你还出外弘扬佛法 你看看那个什么山头 那个什么 那个山头没有不好 他就是看得很不爽 哎呀 你看他度的人 都没有好好学佛 都在讲人间佛教 都在那个搞西弄山 也没有真正修行 我心里在想 那你又修了多少行 那你又认为什么叫修行 你一天都要躲在深山里 跟猴子在一起 然后你又觉得说 别人不修行 别人都在搞活迹 那你何不下来 去教导那些居士呢 你又不下来 然后说了别人一无是处 这个不是道人道理 我看太多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那时候我也住三 我那时候在想 不能这样 慢慢的 我住道场 我也发现是这样 很多道场 尤其有一些 男众很自修的道场 他真的自视甚高 他觉得众生就是来求我的 众生依靠我的 我这么有道德 我这么慈戒 我 对不起 有问题 那我想回答回答 不想回答 close 有时候是这样 这样可以 也要有道场 有那种庄严相 这是需要 可是众生还是很苦 他有问题 他不需要往哪儿问 他就在网路上乱问 然后就有一堆人 自以为是的 那些白衣 甚至于颠倒外道 他就在那儿回答 你相不相信 而这些年轻人呢 就是用手指 就是用眼球 在找寻他人生的答案 然后这个时候 他找到颠倒项的答案 然后他就怪道了 他就什么了 那身为出家人 才在感叹 哎呀 少子话 哎呀 没出家人 哎呀 出家人都被大道场收光了 哎呀 我们道场没有人继承 你这什么意思 一大堆人都在网 年轻人都在网路上面 寻找佛法的答案 然后你呢 你自认清高 事实最后的证明是 你远离了他们 他们也只好远离你 因为他看不到你 所以 当你得要在网站上面 建立一个给人问问题的 这是什么态度 这就是在修 原教里头的第一个 八位 八位中的第一位 你在试着做 坚行六度的事 我们接受众生的供养 我们 我们说 大乘佛法 喝誕如来 那喝誕到哪里 一个寺院 当然要喝誕 可是不只是这样 好多众生在网路上 深入网海 迷惑之见 太多了 迷惑之见太多了 那么因此 我们开了这样子 一个款道 然而 开也不是全开 我不让你随便回答 我要让你入会员 你才来答 那么保证了你的诚意 问问题的诚意 那这样的话 我花时间来回答你 那这样的话 诚意对诚意 我想这样符合佛法 当时的态度是这样 所以我们建立了什么 我们建立了一个规矩 出来 这个规矩当然也可以跟大家 找时间再跟大家 下一堂课找时间再跟大家谈一谈 那么我们先讲道理 先讲这个观念 接受问题 一个出家人接受人家问问题 不是他没事找事 也不是他想要耍帅出名 都不是 我要真要搞出名的话 就不是今天窝在这里的事 早就去外面 戊去外面什么 打天下 还窝在这干什么 那么 就是要在网路上面 存有一份空间给人家问问题 好了 人家来问 这里头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 比如说也有人在网路上反映说 牙二四小时 一个月应该三十天都开放 三百六十五天都开放 他就这样恳求 我理都不理 他讲一堆道理 他说众生有问题 需要问 他讲一堆道理 我理都不理他 为什么 我没办法 没那么多人 我事情太忙 也不是事情太忙了 我们有忙我们的事吗 我只能开一半 这就是一个菩萨只能坚行六道 坚行六度 不能够正行六度 你自己要什么样 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做到哪里 你可以把自己的能耐逼到什么 逼到最满 可是不要逼over 不要逼过去 逼过去你会早死 早死对佛教也没有好处 不是出家人怕死 而是说也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从台就是半年 每个月半个月 14天给你问 后面的15天 我们找时间回答你 你也不能规定 我什么时候回答你 我们出家人 有出家人的生活步调 有时候没机会 立刻回答你 慢慢的他就形成风格 OK 注意 这什么叫做坚行六度 这里头内在用心态度 是这样子的 好了 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 这样子的问题 当时我们一面看出来说 佛法是自洽还是不自洽 你第一个念头是觉得 有点冲 慢慢的你在想 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建立这个问题 给人家来问 他又加入会员要来问 这样子应该 他不会故意来找查吧 好吧 那我去找找看 他有没有在别的地方 问过类似的问题 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那时候会这样想 果不其然就真的找到了 所以让我更清楚的知道 他真正的问题所在 你们看过了 他们真正的 他这位先生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其实蛮诚恳的 这个人诚恳到怎么样 你知道 他在那个地方回答 听完我们的回答的时候 因为他列在问题 列在那里 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我不再多引那个内容 但是他情况是怎样 他问了类似的问题 在水月阁这边 那水月阁已经给他回答完了 他的答复是怎样 他答复是感激万分 受用无穷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问题解决了 换句话说 他问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这个 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 可见 等一下我会秀给大家 下一堂课我秀给大家看 意思就是说 他的问题真正解决了 然而他之前不是也问了 同样问题在别的网站上吗 结果别的网站上的其他人 把它导引到一个逻辑 佛法到底是逻辑不逻辑 或者逻辑当中是什么什么的 这里头有引了长老 长老的话 引了长老的话来回答这位先生 这个先生很有意思 他自己怎么说呢 他说我知道了这个长老的回答的意思了 很抱歉 我不接受他的答案 那么我知道 他所说的佛法不是我要的 他就结束 那旁边人没话讲 旁边人就怎么说 你难得这么坦白 当然这是世俗人 你对一个长老 你即便是你不接受 你也不要讲那么白 但是就是世俗人 四十多岁的人 但是他是很白 不过很白 有人还赞叹说 你讲话很坦白还不错 那没关系 你想接受就接受 不想接受 人家长老也不会生气 那长老远急了 那又有人引了一堆话 来证明长老的话是有道理的 可是我不知道那位年轻人 这位四十多岁的居士 他照样的表示了说 他觉得有疑问 然后就 那个问题他没有在水月阁问 我就没有在答 那我也不需要去加入他们的论辩 我忙得很 我也不需要这样做 不过我观察的结果是 这个人显然他有想法 他有诚意想要问佛法 他不一定是佛教徒 但是他似乎准备要 完整地相信佛教 所以他希望用他的理解 去解除他的疑惑 需要有人诚恳地回答他 就这样 这个人我们看得出来就这样 这叫做 这叫做利根智慧的智慧 也算是一种利根 你必须要足够的敏锐 这叫利敏锐地感受到众生的需要 众生的状态 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的状态 基本上他是诚意的 你看看 他不接受某个长老的说法 他也坦白讲 他也坦白讲 我不接受 是这样 他也没有装的说 我接受 他也没有 那么这个年轻人算起来 这样子的话有心 那么你要有这种利根 就是说 你能感受到这个人的诚意 什么叫智慧 就是你要知道 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我不算说有智慧 只是我们模拟了这件事情 模拟了这个事情 我这么仔细这样模拟 有什么意思 身为出家人 你永远就是要接受众生的询问的 对不对 你永远就是会接受的 不要说什么 你要出家 你爹你娘就会问你 不然你是要出家 我没有娱乐 你马上就要被问 你爹你娘就要问你 为什么你要出家 抛弃我而去 我对你有不好吗 你怎么回答 你都得要回答 是不是 你的行为 你的造作 是一般事实的不懂的 是不懂的 你都要面对人家的质疑 对吧 这就是一种智慧 你要回答得了 自古以来 高僧大德的 辩才都无碍 可是现在我用这个答案 我用这个答案 这个问答 来描述了智慧 利根智慧 善达问难 无非在教导一种思维 一种态度 一种面对众生 问难的方法跟心态 古来的大德 基本上都认为说 这是天生 天生会的 过去修来的 我也没办法教 那新的时代就不同了 新的时代是 我们很需要众生 每一位能学佛人 都有能力 渐渐学会 利根智慧 善达问难 因为什么 因为众生的资讯太丰富 他想要的问题太多 想要问的问题太多 不能只有一位大德 坐在那里回答 要各个善巧方便的出家人 都要有能力回答 因此 教导回答问题的心态 方法 用心是必要的 是必要 所以这在教 我用了三堂半的课 在教导诸位 把我的经验传递给诸位 是传递一种 所谓说法 所谓坚行六度当中的 说法不失 你应对众生的问难的时候 是怎么心转的 不代表法上说的都好都对 都多么了不起 可是它至少代表一种经验 我这个经验累积多久呢 从读成功大学物理系 加入东泽社就面对了 就面对了 几乎隔天不隔周的 就是要面对问难 因为当时的成大 成大的东方哲学社 是一个暧昧的社团 它既不是佛 又不敢说它是佛学社 然后里头人都是学佛 虽然里头都学佛嘛 可是对佛教又保持距离 然后对外又不敢说 它是佛教徒 我就对这个现实 我就觉得很不悦 然后再来我甚至于我想说 成功大学为什么压抑 东方哲学社不能是一个佛教社团 这根本就是不民主嘛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戒严时期 我出家民国76年才戒严 所以那个时候它 很多思想还是进入大学里 我去控制的 我慢慢才知道 所以我很不愉快 但是呢我独排众议 我独排众议 我就对外宣称 是东方哲学社是佛学社 连自己的社员都会跟我辩论 连我的学长 就是说东方哲学社的 已经毕业学长都跑回来 为了这件事情跟我辩论 我没在怕的 告诉诸位 没在怕的 我就一直面对这种质难 是这样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 身为一个佛教徒 必须要为他的信仰 站得住脚 而永恍的去给予 正确的说明 从那个时候一直累积 累积各种问难 包括很多人常常这样讲 为什么不打蚊子 蚊子是害虫 为什么要吃树 吃菜就是不杀生 那个菜不也有生命吗 这类问题 永远就有人问 永远有人问 从古到京 从南到北 从台湾到国外 通通一定有人问这种问题 我那个时候就有人问这种问题了 那这个就是你要 你要接受得了人家的问难 那你要回答清楚 举凡这一类 不然你身为一个佛教徒 甚至于是一个出家人 古德讲的 那个显宫都讲过这句话 倒架子 倒架子你懂吗 那个你是扛着佛教的架子 接受供养的 结果你一下被问难 问倒了 不是倒架子吗 佛教带死 叫你带死一条 被你带衰了 这样知道吗 不是我们耗辩 孟子讲 无起耗辩哉 无不得已 我不是要耗辩了 我不得已 无起耗辩哉 我哪里是耗辩 我是不得已的 你众生要颠倒说 我什么办法 当然我们佛教徒 不必要去辩 但是要明正 要清楚的说明 清楚 OK 好 那么大家如果理解这样的话 我们把上一次的那个问题 做个最后的结束 结束是说这样子了 最后一段 然而一贯道 一方面 依文解义 这是他们本行 瓜胡 那么错解老子的真正意涵 这里的瓜胡说 这是他们本意 我本来要把它削掉 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 有点侵蚀一贯道的意思 身为一个出家人 本来不应该这样 但是我还保留意味着 因为这个人在别地方 问答的时候 他表现出对一贯道的不理解 跟甚至于不接受 所以我觉得我这句话 可以加强他知道 一贯道的本相是什么 你不要再这么疑惑 害怕他们的责难 我是加这句话 不是我恶意 也不是我不臭道 我是针对这个人回答 我才这样做的 OK 那错解老子的真正意涵 这他错解什么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中军跟沙迪 虽然世间单一方向称中 称勇 沙迪位之勇 对不对 中军位之中 对不对 那中军是国家 一国的什么呢 一国行政的主管 叫做国王 或者叫总统 或者叫总书记 或者叫做主席 你不管是谁 他说要怎么做 那你如果大家每一个人都跟他闹闹闹 那当然这样就是国家行政 不能运行 你可以说国会同不同意 像美国要不要加入二次世界大战 国会要同意 拨款 买子弹 这样子 美国的总统不能够说 立刻要作战就作战 不过如果受到了危难 那美国总统就有权力 立刻当机立断 不用透过国会 马上就决定要作战 但是如果还没有立即的危险 国人不接受你的立即 那个什么 引动三军投入作战 那么就是 所以说引不引动 有一个机制的 这是古来 今天民主国家是这样 可是古来不是这样 古来是 君王说要干架就干架 要出兵就出兵了 可是出兵的时候 总要有个道理 去说服那些 想杀敌的军官 所以他会告天 他会祭天 他会宣称 他的出兵是仁义之师 他会这样子 会用这种 会用这种态度 那这叫做什么呢 依忠而勇 有忠而又勇 我告诉你 我们忠于天地 我们忠于这个 这个理想 或者忠于这个什么 上天给我们的职责 所以我们应该 要去杀敌 这种思维 本身是很local的 就很局部的 它不是真实的意 你看看当时希特勒 居然可以搞的一个 一个很优秀的民族 叫做德意志 德国这个民族 完全像凿的模式 全国起机 全国起机 跑去搞成二次世界大战 他可以这样的连续两次 两次世界大战 都他搞得出来 都他搞得出来 希特勒可以把全国人民 交成说我们才是最优秀的民族 我们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好 所以把那些犹太人给杀了 这个世界才好 那日本也是 他说我们太阳民族 才是最好的民族 那个中国一群 头脑不行的人 占领那么一大块土地 风光明媚 富产丰富的那种地方 是浪费天地的资源 我们应该去解放他们 他这样说一说 居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 你看所以说中军是对吗 在那个立场上 那些人发动侵略 就变成是对的了 这样听懂吗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他杀敌相对就 因为中军而且合理 所以杀敌相对就合理 所以忠勇之意 是一国的local 就是局部的这样说的 你忠你有 那是你国说的 对他方国来说 是不仁不义 是不是 我在这里活得好好的 我躺在这里 我旁边都是杂草 那也爱不着你来管我 结果我不是生产 你说你要来管理我 把我给杀了 抢我这块土地 这是什么道理 对不对 就他国来说是不合道理的 佛教立场是众生平等 随夜而安 你众生是平等的 众生都有好义恶劳 好义恶劳的这种心 所以就有一些 你看南洋人 南洋一带的人 或者是某一些 早期的台湾的原住民 你今天给他薪水 明天他就不见人了 三天三夜喝得最熏熏的 第四天钱都花光 他才跑回来工作 事实是这样 那他的天性是这样 难道华人汉人就不会这样 不是 因为他想得更远一点 所以他会克制这种 好义勿劳的想法 他会忍忍忍 忍到周休二日 才去花天酒地 才会去享乐 他会这样 他懂得克制 那有一些人的基因 家庭教育 有些种族的家庭教育 他不会这样教导 所以他天生就是什么样 他就会 有的钱就乱用 你看狗屁也这样 有的狗就会开门 有的狗再怎么叫他开门 他就是不会开门 他只能干公关狗 对不对 他只能干公关 什么人来 他就 你好啊 我叫善悟 是这样 以后大家多多指教 他也不会开门 是不是 那有的狗呢 他就很凶 你看那个善修 他就很凶 别人常常去 一不小心就咬人家一口 你也没教他这样干 他就会这样 为什么 他的基因遗传 也就是他业力遗传 众生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可是在遗传的情况 过去业力不同 而有种种差别 这个差别 随个人业力差别 各谁所按 这是佛法的态度 所以你不能说 他是狗 所以我应该侵略他 我应该杀他 吃他 那如果这样 蟑螂你吃不吃 蟑螂不是更低阶吗 那你吃不吃 是不是 你不能跟我说 这样讲 他低阶 你就人类应该 零食他 应该吃他 他是我桌上一盘菜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日本的亲中 德国的发动世界大战 这就变成有道理了 对不对 所以 忠勇 是个别的 是个别的思维 那么国君 敌我 这种观念 都是人的思我 就是个别的 那么 思我 大我为例 大我 国家就是大我 我国好就好 你看看 一到了那个什么 打棒球 或奥运会 或者世界足球赛 哇 你看那个国 举国翻腾 举国疯狂 是不是 那就是大我 不管蓝绿 不管政治 对不对立 现在大家都统一国了 统一国了 统统被什么了 统统被棒球统一 是不是这样的 原因是 这就是大我 这种大我的立场 相对的价值 这个跟真理是谈不上 我刚讲了真理 对不对 佛法各随业力 所以各成一国 如幻的结成国 就像我们如幻的结成家 一样的 相恩相爱 无非过去还 什么 还情还债 生儿育女 无非都是讨债还债 这样子结成家 男女恩爱 无非过去情债 那么男女相爱 生小孩 成为一个家庭 无非还债 无非就是还这个债 所以无非就是 因缘果报 结合成一个家 一个国也是这样 小缘 结成大缘 就是一个国 这些都是过去 业力缘起的 各水所安就对了 可是 不是这样 你就会产生一种 国的斗争 因为你用大我的观念 这样子的话 这种价值跟真理 都谈不上 所以说老子所说的 司法自然 司法自然之道 也就是各水所安 这样 安于自然的状态 你不要以为 你是仁义之师 所以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他在警告你说 你如果不顺天地 你自己建立一种价值 然后你再用 你的价值来行动 其实你是伪天地的 你这样 你到时候你看看 是天地厉害 还是你厉害 他就要讲这个 他就要讲这个 结果事实证明 当然是天地厉害 对不对 所以有人用什么 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 那个防波堤 去挡那个海啸 没办法 他还是飘戒 当然够高 够强壮 还是可以防 可是你怎么知道 这一次的海啸 没有下一次更强 下一次更强呢 一样的道理 人自己建立了一个 仁慈这种观念 那他的仁慈是对谁 他只对我国人 自己仁慈 对他国人 他不仁慈 只是对人类仁慈 他不对众生仁慈 所以你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杀进天底下 海里头的鲸鱼 海豚 这个时候海就反扑 那么你砍进森林 那么气候就反扑 这就是天地不仁 你没有顺应天地 你说你人 你人是 你对你自己家庭很仁 因为你砍了树木 赚了你自己的钱 你一天到 你对外出口 什么呢 鲸鱼肉 鲨鱼肉 出口了很多 你这个国家 赚了很多钱 对你自己来说是人 对天地来说 那是不仁的 不合天地的法则 所以天地才不跟你讲人不仁 天地讲的是法则 也就是所谓的 一种适当的环保观 一种适当的和谐关系 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 你必须成分自愈 安于自己的欲望 你就算要杀鱼 你也能杀 你要吃的 你不能大量的杀 那你说那外国人要杀 外国人要 中国要吃 不用等你日本来杀 用中国人自己去骂 自己去杀 你不能够用 形成了你的风俗习惯 然后大肆的杀 企业化的杀 这样子遭恶报 千百年来 碗里根 怨生四海恨南平 碗里的根 是怨生四海恨南平 欲知四丈刀兵节 是淡听夜半屠户生 你要听听 四丈有刀兵之节 有栽杀 刀兵含栽杀 意思一样 含在内 人或天灾同一类 都是从这些灾杀 这些灾杀都是什么呢 夜半屠户生 你去杀来 你看他杀鲸鱼 也是夜半杀的 是不是 所以你说人吗 人类干这种事情 心安理得 他自以为他是仁义之师 错了 所以老子的观念 是一种反动 是一种轻视了人类自己妄想的一种反动 他更认为 他更冷静的看到 那不是你人类建立这种价值 他是看到这样 结果一贯到把人家误解成什么 误解成为老子认为杀也是天地的道理之一 那跟杀不杀有什么关系 人家老子才不在谈内阁 对不对 他错觉了 所以我这一瓜胡才说 这是他们本行 一文结义 那么这一文结义的结果 就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了与这个老子所说的自然之道不相应 那么自然之道不相应 老子也讲自然之道 他把它建立成为一个道 其实佛教讲 那个不是道不道 天地连道 也可以道 当然是说天地存在的法则 也可以这样讲 可是他真正法则怎么运作 他只能说顺应自然 到底顺应自然是什么 他还没讲出一个真正的名字 这有点像说 我们知道第八意识 可是讲不出名字来 没有一个第八意识的名 意思是一样的 声闻人 已经感受到 好像有第八意识这个作用 可是 其实声闻人是不知道第八意识的 但是有的圣生的禅定的于歇斯 他好像也有点知道 可是他讲不出名字一样 老子其实接近了那个道理 可是他讲不出名字 只要给他一个名叫道 所以道可道 是非常道 某个意义上对 不可思议法 也是非常道的 道可导 道是可以导寻的 道是可以依寻的 但是道如果 是可以被你的观念所描述的 那么他就不是什么了 世间恒常之道 也不是真正之道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是 道只可以导 只可以导引 只可以我们 依他而导引我们的行为 他不是你一般所认知 人类妄想分别的这种道 所以叫非常道 我们佛教可以用这两种方式 来解释他这句话 然而老子并没有告诉人间 说那个道 你从可下手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下手的地方就是心 就是所谓缘起的心 他并不了解 那么即便是这样 这叫做知其然 他不了解能够这样做 能够这样说 能够这样教导 他是讲了一个头而已 所以这知其然 但不知其所然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他当然就不符合 他既不符合道家的 老子所说的这种道 他更不能符合佛法的缘起 无我的解脱了 这第一种错觉 第二种错觉 又把升天当作利益 又把升天当作利益 谁 因为他认为越飞升天 就是因为有中有勇 所以他来升天 那他们也期望 大家要跟着升天 所以说你看 他顺应天地的沙这种道理 所以他忠勇双全升天 因此我们也要学 什么样 学这样子的道理而升天 哇 他把升天当作价值 你要找升天当人 当神固然看似风光 这风光就是一贯到所心目的 一做行 他说天堂挂号 地狱除名 还有分经理 什么堂 什么 这些的 那么就是 老前人带领经理 到因你升天 其实这乃是 私我的相对中意表现 虽有升天的 这种人天秤的相对散报 但是仍然在六道轮回苦当中 那么就像佛陀 佛说什么 居萨罗国乌王经 第四期所述的 佛陀固然也对 人天根基的人 赞叹此法 就赞叹他 顺应忠君之法 顺应忠君 他不是赞叹杀 是赞叹他忠于国家 这总比贪官污吏 武蔽 欺上满下来的好 但终究只是 人天秤的善巧而已 其可视为佛法的真理 那一贯道的认知 所以说佛陀有时候 也会顺应世间的价值 说不错 你好好当官 听你老板的话 就听你国王的话 这样做很好 他顶多是这样 但是这不是佛法 究竟的真理 他讲人天秤 佛法有五秤 可是在一贯道的认知 一方面错把国足家 国足的价值 当作最高的道 一方面又错解 杀敌是修行 结果你看看 把国家的国足价值 提为最高的道 所以你看看 忠君就是一种善 我告诉你 忠君当然是善 这是人间善 这不是修道的善 我就前面已经讲了 对不对 现在你把忠君提高为 就是修道的善 这是很狭隘的 你知道吗 如果两国都信你一贯道 两国刚好在作战 请问他到底是要站 站在哪一边 是不是 两边都站在你自己的国当中 那你去作战的话 增强了他们的杀法 这个不是道 这不是究竟的道的所在 那么他把忠君 忠于国家当作是一种 道的所在 就会形成国足主义 我足我国 最优 我要顺于他 就跟我的修行相应 你看看 自古以来很多 把宗教跟政治结合的 无非就是国足主义 无非就是国足主义 这样子呢 错把沙迪当修行 这样子 这种错之 错把国足价值当最高的道 这就会形成狭隘国足主义 接着你有了国 狭隘的国足主义 这个时候紧接着再推为 第二个就是 为国杀敌就是修行 就是功德 就转成这样 那你看看 当年的911不就这样吗 他们那个后来被 被查到了 那些开飞机的 那些回教激进派 他们自己的笔记当中 就被记载着说 我今天去把那个 飞机撞到 撞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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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厦 那个什么 那个 双塔 那个 那个 国际贸易的 那个双塔那里 上 他的上帝阿拉 就会让我到天庭 享受种种种种的利益 你看看 国足 为国足牺牲 我的宗教的救世主 就会救我 看到没有 国足跟什么 跟沙迪结合了 自古以来 很多是这样的 就是以宗教 作为政治的借口 了解吗 只有佛教 不这么做 真的 自古以来 只有佛教 清楚明白的 说明了说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佛教徒 基本的认知 要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 就看出来 世界的宗教 其实都隐藏这种东西 都隐藏这种东西 都隐藏 某个意义上的基督教 天主教也隐藏这个东西 只是他们懂得比较转化了 你看他早年的状态 十字军东征 无非就是基督教徒 跟回教徒的作战 他每个人都是说 圣者之师 王者之师 大家都说是这样 而最对战的 你看更早年的时候 圣女贞德 被活活烧死 现在他们就认为 他是什么 他是圣人 同样一个宗教 他以前可以把他当作 是一个妖言惑众 现在也可以丰盛 可见他这个 他这个价值 前后是 是在转变动的 佛教没有 佛教一开始 就说明了 唯有内在最高的智慧 他表现出来 平等的慈悲 那么与人间了知 业期 业感缘起的不同 然后戒杀放生 远离对抗 那么面对自己的受害 受伤了知 这是业力所感 这里头都一切 从内在的心 转外在的境 做下手 他绝对不是消极 也不是东风 更不是鸵鸟 然而他一再 而是一再的对 内在内心的增上 这样子的宗教 古来绝无情有 未来也真是 一切知识分子 所当受的 这个回答 我无非是要 这样子的答复 答复到这里的时候 说了 瓜胡说 像不像911的 激进回教徒之论述 像不像 真的很像 对不对 所以瓜胡完毕之后说 可谓错上加错 我这样子回答他 那么那个人呢 他说受用无穷了 他接受了 那么这里头 隐藏了多少 对于佛教道理的浅发 是不是 我们说显正 可以透过破斜 也可以单独显正 可是能够破斜 再来显正 这更明确 更鲜艳 色彩更鲜艳 更清楚 那么我就借了这个机会 用了一点时间 大概是半个小时吧 我就这样回答他的问题 当时把他回答完毕 当然后来有修了一下 是这样 那么这个呢 作为我们的一个 一个什么案例 以告知诸位所身为一个佛教徒 怎么样智慧力 跟善打问难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 就讲到这里 向下文长 复以来日 我们可以向众生 无边 寺院都 烦恼无尽 寺院段 法门无量 寺院学 佛道无上 寺院成 智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智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智归一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洗发菩提心 尽时宜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